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在春节月季第一波花后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特别是虫害 如果这个时候虫害没有得到及时的防治 那么这个月季可能会被啃食的只剩光感了 那么月季虫害防治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直接用上这个月季卫视套餐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花友啊 不懂什么虫需要用什么药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就跟大家分享月季啊 特别容易感染的四种虫害 首先第一种虫害呢就是牙虫 牙虫啊 它一般就是啃食这个月季的嫩叶 所以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月季的嫩叶 也就是这个心烧啊 嫩芽这个部分呢 可以看出来 那么它主要就是啃食月季嫩叶 而且啊 很容易辨别出来 第二种虫害就是小青虫 那么这个小青虫啊 它一般会啃食这个月季的叶片 但是它只会啃食叶片 但是这个叶脉啊 它啃食不动 所以呢 它将这个叶肉啃完之后了 你这个叶片可能就只剩下叶脉了 那么这种呢 就是因为小青虫 那么我们一般在这个叶片背面呢 就可以发现这个小青虫了 第三种虫害呢 就是剂蚂 这个剂蚂啊 它会在叶片的背面呢 形成一条一条的这种 黑褐色的这个线条 而且呢 这个叶片呢 还会出现发卷的现象 那么这就是感染剂嘛 那么不管是牙虫 小青虫 还是这个剂蚂 我们用药的话呢 直接用上这个阿维定虫米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制作用 因为里面还有这个阿维金素和定虫米 相当于是一种复配型的杀虫剂 各种虫害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制作用 那么第四种虫害呢 就是这个红蜘蛛 这个红蜘蛛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观察叶片的背面 那叶片背面呢 我们会发现背面上面有非常多这种细小的白点 还有时候会有一些红褐色的这个斑点 表面如果仔细观察呢 还会形成这个纳丝的现象 那么这种感染的这个红蜘蛛的叶片呢 会特别的脆 而且呢摸起来呀 会特别的粗糙 一般红蜘蛛啊 如果我们预防的话呢 用这个阿维定虫米也可以了 但是如果一旦感染红蜘蛛 那么用这个阿维定虫米啊 效果就不怎么好 所以后期呢 我们就要用上一些 这种宜蛮座呀 或者是罗蛮籽这一类的杀蛮虫的药剂 所以这就是月季啊 比较容易感染的四种虫害 还有它的这个防治方法 好了 我们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